我们现在来讨论一下这个第二个话题就是川普总统 川普总统在11月3号的时候他发表了个演讲 他说他取得了胜利 但是他有可能进行法律诉讼 当时那个讲话就引起媒体的很多的质疑 觉得你还没有确认胜利的情况之下 让我擅自宣布这个胜利是有问题的 他不讲班农先生 班农先生说我们正在 我们相信我们会取得胜利 但是结果可能到明天 川普总统宣布这个以后呢 他在这个第二天 第二天吧应该算起来我都糊涂了 五号还是几号 五号 他又发表一个讲话 那么他就是这个认为了民主党造假 那么他要进行法律的诉讼 认为民主党是集体性造假 这个事情非常奇怪的是 当时他在开记者会的时候 因为是第一他是总统 第二他是总统好行人 第三是在总统这个新闻室里面开的记者会 各大媒体都是在进行转播 但是他做了一段时间以后 各大电视主播全部跟他关掉 包括这个川普除了这个传统的几大电视网以后 也包括这个川普总统的这个福布斯 也跟他断掉了 认为他传播了不准确的消息 然后几个小时之后 纽约邮报就是保守党的小报 也是登记标题说呢 川普做出了毫无工具的 没有根据的这个指责 是没有根据的指责这个民主党 全世界的媒体几乎从亚洲到澳洲 几乎所有的标题都讲 这个川普是不负责任的这个指控 这个对川普的伤亡打击非常巨大 你怎么看对川普总统这种行为 首先我不先说这个川普的行为 我说这种主流媒体把它给灭鹰的行为 本身是不对的 你不要以为你先不要假设 这个川普是信口开河 还是说的是实话 媒体的职责 他是个总统 全世界权力最大的人 他在那不断不管说什么话 媒体的功能是几路 他说的每一句话 白年以后再看就是历史文献 你不能够说当时我决定 他这个人是乱说 所以我把他给这条线给签掉 掐掉 你记得美国第一呢 他是先让他播了 你要终于把他掐掉的 这个是不断的 不对的 你让人民看 你管他 他如果这个川普说到一半 他忽然发神经呢 忽然这个鬼上身破口大骂 说庄话呢 对不对 就让他说 是不是 对不对 你这个当中把他给签掉干什么 是不是 你说不定 或许有百分之一的机会 你把他签掉以后 他就把手上的证据给亮出来 怎么办 所以这一次 我认为最大的输家 是美国的主流媒体 还有这个网络的媒体 是不是 还有这种乱七八糟 什么民调机构 是不是 这个四年以来 我们都知道 美国的主流媒体 民调机构 对川普的攻击 这个个人人生的辱骂 没有一天停止过 从他这个第一天 当总统 就是忽然说 什么俄罗 什么通俄门 这个那个了 就要什么 这个在国会里头 要弹劾了 全部是不了了之 是不是 当然我说 这个川普的 跟这个传媒 接这个梁子 可能就在他早时早期 当时做商人的时候 他这个人非常的傲慢 大嘴巴 那个时候接的梁子 但是商人川普 跟总统川普 是完全不同的角色 我们作为一个 美国的公民 或者选民 对商人川普 不一定感兴趣 但是对总统川普 一言一心 必须要睁大眼睛去看 是不是 所以这个传媒 我认为这是 首先是不对的 你不能够说 马上就做法官 他就胡说八道 他没有证据 没有证据也让他说 你让他出丑 是不是 那我请问你 1980年81年的时候 在北京省这个江青 十二 那个时候最高人民 法院院长江华 对这个江青 江青不是破口大吗 是不是 我跟毛主席 闹革命的时候 你们再到哪去了 他很精彩啊 那为什么你不当中 给他们给中断 是不是 你江青血口碰人 歪曲这个事实 但是他在那有才行 江青在这个审判的时候 做了一场非常丑恶的表演 那你让他表演 因为在那个法庭上 江青说的每一句 江汇都是中国历史的珍贵记录 那你这个中央台就应该播 不能够说出口伤人 骂毛主席了 这个不让人民听 所以把中间把它黑掉 所以这一次你这个美国的传媒 把川普的话给黑掉 跟当时的跟现在的中央台 其实没什么两样 是不是 我这样说并不是说 维护这个川普 这是两者之间没有关系的事 我就想吃瓜 就想等着看川普出洋相 你把我想等川普出洋相的 这个权利把它给剥夺了 是不是 美国的媒体认为就是 不应该传播这个川普的 不真实的消息 如果是这样 如果是这样 跟中央台有什么分别 中央台70年来就是说 不应该传播对人民 对国家不利的消息 所以你今天看的这个 七点钟的联播是这个样子 你美国不是中国吧 你两百多年不是有独立新闻自由 是不是 那个是川普 那个不是个神经病 并不是说一个恐怖分子 拿这个刀闯进这个NBC 把这个节目主持人 把你这个何老总 一把抓住 然后这个刀夹在这个脖子上 然后叫你这个和平的老婆 马上给我汇 一百万美元到这个账户 如果是这样 把他给抢掉 是不是 对不对 因为这个对何先生 你的生命构成了危险了 而且让这个观众恐慌了 而且这是一起刑事罪案 但是川普没有 是不是 对不对 如果说我再举例说 如果川普说了两句 他在散播这假话 然后拿出个炸弹呢 他神经病了 那怎么办 拿出个炸弹 说我献你三分钟 这六个州宣布我川普当选 不然我同归一军 我问你 你那个时候电视你播不播 你播不播 这历史性的大新闻 是不是 那个时候你把他黑掉 这叫什么新闻自由呢 我们有心情权了 美国的新闻跟香港的新闻 和英国的小报新闻 确实有一个差别 就是说他们自认为要报道 他们认为正确的消息 那这一次呢 福克斯也是这么干 那你怎么理解福克斯也这么干呢 福克斯也错了 全错了 那我不管你福克斯是左是右啊 是不是 这些传媒这一次 是表现最差劲的 跟那些民调机构 我认为比川普还要混蛋 川普是川普 他的角色是总统 他是大嘴巴 他天生我认为 有一点轻度的精神病 但是这是四年以来 合法选出的总统 是不是 他要是拿张刀再说下去 然后就在这个镜头面前 就拿这个刀啊 跳脱衣舞 你都不能黑 因为全世界想看他出丑 因为中共想领导着13亿人 看见这个川普在胡搞 然后你看你看你看 美国的民主就是这个样子 你把他给黑掉 那我们13亿人民 这个想受教育的机会 就被你给剥夺了 是吧 我讲的是逻辑跟常识 是不是 你当场你有什么权利是决定 川普这个人说的是假话 到目前这一分钟 我都不会说川普说假话 到今天这一分钟 我就说你川普想 这个到法院去提高 只要 只要 是法治之下是容许的 你都可以这样做 但是得要拿出证据来 是不是 我是一词都这样说 对拜登这两父子 这些所谓的丑闻 是不是 我不能够说一口双 就是说朱利安尼纽约邮报 是说大话 假话 如果是假话 那你就 你就告他诽谤 是不是 这个恰恰是我认为就是说跟2016年有非常大的不同 2016年就是 西拉利他们的敬请团队啊 当发现一个丑闻 这个出现的时候 他们就不断的去辩护 而这一次办法他们采取的采论就是 你婆脏水我不理你 那我想请问 那个南朝没有出现 是不是就跟他所谓这个装水不理啊 是有点关系呢 是不是 这个很难说 因为 为什么会出现这些民意的这个变化 有很多的因素 因为这一次 有一点像这个种族的一个投票一样的 白人里面支持川普的还非常大的比例 是啊 对啊 那你怎么证明白人增加的 川普的票数一点不少啊 川普的票数比四年前的还要多啊 当然拜登也多了 比这个奥巴马也多 因为这个原因是投票的 出来投票的很多了 都增加了 但是这些传媒三个月来 不断的报道或者推测 一面倒拜登会胜利的 这本身这些推测就是假的 站不住脚的 那所以在逻辑上 你凭什么在川普那天开记者会的时候 说到一半你说他是假的呢 是不是 那以前他说的九次大话是假的 并不意味着这一次第十次也必定是假的 再说他说下去会发生什么事情 或者说到一半拿这个枪对自己太阳穴 一下子想吸车了 这是大新闻啊 我想看啊 全世界都想看啊 十三亿人民都想看啊 看见你这个美国投资啊 怎么样跑走到这个末路啊 自取灭亡 这是大新闻 你把他给黑了干什么 这不是跟中央台跟中共的这个 这个新闻机构一样吗 是不是 这里头是个吊诡的问题 是个哲学的问题 所以这一次无论如何你这个把它给黑掉 是错的 甚至可以说是对川普的一种欺凌 对他是不公平的 是不是 那你觉得媒体为什么会这么干呢 我怎么知道 偏见啊 我认为是偏见啊 是不是 当然你对他有偏见 并不意味着川普是对的 比方讲啊 这个川普我一直都有说 他四年来这个大嘴巴说话 是得罪不少人的 像这个针对这个麦凯恩 麦凯恩呢 这个退伍的美军 美军呢 他后来得到脑癌这个事实 你不能够说他来自阿里萨拿州 他对阿里萨拿州的移民的问题 有一点宽容的言论 然后你这个川普就对他人身攻击 说你这个失败者 你这样当过俘虏 所以你不配 说这样的话 这一次导致这个阿里萨拿州 是不是有一个报复呢 是不是 这个川普是明明是不对的 是不是 那你为什么 在那个时候 不把川普这个话黑掉呢 是不是 川普这个话是犯众怒的 川普这个话是离谱的 为什么你新闻媒体都爆呢 这一次啊 你怎么知道他下一句 不是破口大骂 抄你妈的放有妈的 这是英文了 你就让他说吧 你让他出丑啊 是不是 所以这个读 这个是媒体把它黑掉 这个是说不过去的 他们为什么这样做 他们这些媒体不是上帝 我从来没说美国的媒体就是很神圣的 是不是 比毛主席语录还要这个光荣正确伟大的 美国的媒体一点不是这样子 向来都不是这样子 犯过错误啊 芝加哥论坛报 也报过假消息 是不是 所以这是他们应该自我减点反省的地方 但是我不认为这一次他会 他们会 他们误导了这个 一面倒了这四年 这个是新闻学的一个新的一个课题 应该如果大学里头还有新闻传播系 要把这四年来美国的媒体跟川普的关系 开一个专科 甚至是博士后的深入的研究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你很多人一看见川普就火冒三丈 我倒请问 为什么要火冒三丈 你为什么比恨 认为川普比金正恩都要坏 为什么在大学里头 有一个小孩在这个网上跟这个老师在上课 老师看见的小孩 我这个房间后面有一个川普的画像 马上就把这个小孩处分 是不是 你这是什么样的教育 你别忘了 川普是合法选出来的总统 等于是经过这一次以后 拜登也是合法选出来的总统 我们评论人对拜登或者他幕后的 背后的代表什么意识形态 怎么样不同意识利益回事 但是不能够说 做出一些违反法律的违反这个常理的事情 是不是 对但是您认为现在 第一个问题就是川普总统有渗所的可能性吗 您的估计 因为案件都很复杂 我们很难搞清楚 您认为 话说回来 现在是越来越困难了 现在越来越困难 老师 我老师你要拿出非常确切的证据 这个证据要亮出来 让全国人民心服口服 到目前为止三天以来 我认为如果你有强力的证据 你应该早亮出来 是不是 政客说话有时候是夸张的 朱利安尼当时说 我给你亮看看这个拜登儿子的丑态 以后每天我给你发一条 结果呢 他并没有每天一条 我估计像我上次说的 归纳分析 我认为拜登的 我认为拜登儿子这个电脑里头 有没有东西 有东西 但是有没有这么多 没这么多 就是说政客政治里头 我拿我抓住你 玩搞了三个女人 我就说搞了三百个 然后我放了两条 其实就是这么两条 那全国全世界都相信 你搞了三百个 这是政治一向的伎俩 这叫泼装水 半泼装水 但是空泄来风 未必无因 那你拜登的儿子自己心里明明白 为什么伊万卡没有去偷汗呢 这种这个 这种什么视频啊 照片 连船都没船呢 连个门都没有 连个影都没有 因为他确实没偷汗 我们美国不能够这样 想必虚构的 是不是 我认为这个亨特拜登 有没有有 但是有没有这么多 现在看来 没有 所以这个拜登这个问题也是这样 我认为 如果你当时马上就采取法律行动 像川普这样 嘴巴叫出来 拍桌子大马 会有很多选民会说 说不定他真是被冤枉的呢 那拜登今天的选票会至于这么少呢 太少了 不够的 不够的